大家好,我是铁湖山,今天我们接着探命北宋皇陵 今天我们来到北宋第二个皇帝赵光义的永熙陵 赵光义原名赵匡义,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义的弟弟 因为忌讳赵匡义的名字,所以改名赵光义 继位后又改名赵九,他一共在位二十一年 在他的任期内,使割据福建浙江两省的地方势力纳土归附 后又派兵灭了北汉 结束了中国自唐末皇朝起义以后,地方割据的状态 在版图上又完成了中国的大义统 赵光义推动了黄宝加身,使他的哥哥赵匡义当上了皇帝 在他的哥哥赵匡义做了十六年皇帝以后 半夜突然暴死,北宋的皇位并没有传给赵光义的儿子 而是由他的弟弟赵光义继承 在历史上有非常大的争议 喜欢的朋友可以百度一项竹银俯升的故事 讲的就是赵光义杀了他的哥哥赵匡义 从而登上了皇位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金窥之盟 大家也可以搜索一下 上一期我们讲赵光义的时候讲过这个故事 所以说北宋从第二个皇帝赵光义开始 后面的皇帝都是赵光义的一族 而不是赵光义的一族 听上去确实挺让人可悲的 不过历史总有轮回 到了南宋第二个皇帝 皇位又传给了赵光义的一族 也算是比较圆满了 北宋皇陵被破坏得非常严重 这一个永熙灵也是如此 因为金兵杀到中原 报复性的袭击了他的皇陵 加上后面元朝当政 也是少数民族 并不会重视我们中原文化的特点 地面建筑已经所剩无几 再加上历代盗墓活动 现在我们看到的宋灵 基本上都是一个墓种 有许多石碑而已 现在这个永熙灵也是如此 眼前这个墓种就是赵光义的墓种 周围已经被麦田所包围 如果没有边上的石码石雕一类的 单独来看这个墓种 真觉得它是一个小山丘 这里有一个赵光义的石碑 上面写着宋太祖赵炯 光义之陵墓 这个石碑连落款都没有 看样子应该是近些年所立 墓种上早已长满了藏田大树 夏天到了 焕发出了生机 这些文臣武将的石碑 应该在这里屹立了千年 守护着它的主人一动不动 我们走到墓种后面来看一下 除了大树就是麦田 远处有一些土堆 应该也是永熙灵的一部分 或者是皇后 妃子一类的墓种 现在麦子长得正旺 看上去非常的喜人 给人一种生机的感觉 我们走进土堆来看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我们沿着土堆上的小路往上走 看到了两尊石狮 这也是在守护着它的主人 全都长在了麦田里 他们是最忠诚的卫士 守护着它们的主人上千年 看这个情况保存的也是相当完整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麦田里面也有两个石狮 这个方向远处 有一些石塔石雕一类的 经过上千年的风雪犀利 现在所剩的只有木种和石雕了 我特别喜欢北宋的石狮造型 看上去非常的喜人 给人一种又庄严又可爱的面貌 等麦子成熟时 这样看起来会更好看一些 我们沿着小路往回走 经过上千年的洗礼 这些陵墓不知道被盗绝了多少次 大臣妃子都已离去 能陪伴他们的只有一些石雕 不知道这些帝王在天之灵会怎么感想 历代帝王的坟墓 经过朝代的更替 保护都是一个问题 如果接替的朝代 没有接受中原文明的洗礼 不尊重我们汉人文化 他们的祖先陵墓 也会跟着这个国家一起消亡 说到这里 感觉大清做的还比较不错 接受了中国的儒家思想 完成了中国的大一统 明皇陵也得到了一定的保护 我是铁布山 喜欢的朋友点赞加关注 评论区里面留言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下一期我们讲北宋第三位皇帝的永定陵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明镜